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时间调理身体 是一个漫长有限的过程 西医治疗的是人得的病 中医治疗的是得病的人 都说 中医更加注重个体的差异性 同样的疾病 西医用药大致相同 但中医对于不同的人 治疗的方法 用药可能完全不一样 中西医各有优势 两者不是对立 而是相乎相成 共同之处就是治疗疾病 解除病痛 原来如此 听说喝中药要配山渣 那又为什么呢? 因为山渣是中药里的消食药 有消制帮助消化的作用 通常用于治疗因 饮食不折而引致的伤食 或由于脾胃虚弱而引致的 不舒服食制 即是最佳辅助 那我以后喝中药都会配山渣的了 拜拜